这是戴志颖和陈宇飞在中国公开赛上最刺激的一次对决 彼时的小戴处于生涯绝对巅峰期 而陈宇飞则是后起之秀 面对戴志颖甚少富多 不过此一陈宇飞借助的主场姿势 首局就给了小戴当头一半 好球啊 这样啊 跑起来 拉开对方的位置 下压一拍 放网 杀上网了 好球 抓到了 收掉 杀出了 好球 各自送给对手一分 都往前 这是一个半场球了 陈宇飞的防守真是好 落点控制相当到位 小戴招牌的往前勾对角 陈宇飞这下被迫起球 只能目送对方得分了 好球 挺可怕的 你知道吗 对 就一连串的那种 好球 隐隐的是加着力 对 好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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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局带智颖的失误实在太多了 再次杀球下网 这样陈宇飞打出21比6的悬殊比分 先下一层 机会 拿开四个点 回放的这个质量很高 这个还是很明显 是的 杀上网 陈宇飞这状态是真好 陈宇飞的进攻还是注重落点 注重连贯 小带开始进入状态了 这假动作真是秀得飞起 一连三连 杀上网 又是顶到后场 反击 这个球 他应该是速度加得很快 连续的抢进攻 主动的限制陈宇飞的落底 好球 太精彩了 这个回合 极致的攻防转换 这局带志颖明显打得更耐心了 利用他出色的控球能力不断调动陈宇飞 还主动创造机会 对 可以飞很多的 小带的球风真是赏心悦目 速度一慢 确实左右的漏洞会大一些 积极的还是要创造一些反击的机会 被抓了 这球精准压在了线上 打圆瓦 扮展球 双方这拍球是都很耐心 好球 打圆瓦 跟住了 反击 反击 就得不错 好球 跑球 边的风向上 就是对他来讲 不太有利 对 所以现在呢 就要求你多打一些进攻球 也是加快了节奏 眼看决胜局比分有拉大的趋势 戴智颖开始发力了 推到对方底线 挡圆网 再放网 在对方的不断调动之下 陈雨菲的体能下降的非常快 有点跟不上节奏了 先守住 光剑分 陈雨菲往前 截击得手 小代太坚决了 一记点杀 直接化解晒点 往前的技术 还是小代更细腻啊 陈雨菲的体能消耗太大了 又是往前勾对角 随后扣杀得手 这样一来 戴智颖也以22比20惊险拿下决胜局 艰难逆转取胜 好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